今天第五集就到這裡 OK 那我們的第五集 OK 那我們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就到這邊 我們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就到這邊 我們理論上還會再拍個兩到三集 因為我們這些櫃子裡面真的是還頗多東西的 我們來偷給大家看一下 就還蠻多箱子的啦 因為我喜歡把我購買的所有東西的箱子都保留 就是如果 OK 這就是我們的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 那我們理論上還會再拍個兩到三集 因為這個櫃子裡面 這兩個櫃子裡面真的是頗多東西 我們偷偷給大家看一下 就還蠻多攝影的一些小小瓶瓶罐罐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包裝 我都喜歡保留著 好 那就是我們 OK 這我們今天的 OK 這我們今天的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 那我們 OK 這我們 OK 這我們今天的 OK 這就是我們的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 我們理論上還會再拍個兩到三集 因為我後面這邊的櫃子真的是頗亂的 我們給大家偷看一下 就還蠻多東西啊 就瓶瓶瓶罐罐 一些小配件 還有一些盒子 因為我喜歡把所有的盒子都保留 然後就看看我到底有什麼東西囉 Yep 然後我們 OK 這我們的 OK 這我們的整理攝影師房間的第五集 那理論上還會再拍個兩到三集 因為我們後面的櫃子其實頗亂的 而且頗多東西 我們偷偷給大家看一下 就真的是頗多東西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因為我要出去開一個會議了 好嗎 適合